前堂有一位汪言 家境贫穷 又没有生小孩 只有老母在家 天天读诵感应篇 他则到处欠慕金钱 祝印太善感应篇来杜发众人 以祈求母亲能得高寿 自己能得指示 才刚刊令所卷 妻子就怀孕了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母亲也享有高寿 汪言经常对人说 我因一恋的自成心 祈求母亲能高寿 所以得到高寿 祈求指示也如愿得指 也如愿得指示 感应的道理实在是自为明显 祈求母亲能 祈求母亲能够